看看新闻吧 8月19日 上海书展上迎来了开幕以来的首位大牌明星 甄嬛传女主角孙丽 此次孙丽应邀参加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 可凡倾听不声不浅的签售会 而场内的大多数读者也都是冲着孙丽而来 并为此买了曹可凡的新书进入会场 只是翻开一看 这本书里根本没有孙丽的影子 无意中孙丽成了曹可凡新书签售会上最吸睛的火广告 巧合的是同一时间 学者纪连海则在上海书展的中央大厅 举行纪连海说甄嬛前手会 为了一睹孙丽芳荣 有一位读者更是和保安大大出手大闹会场 他不买书就想冲上去 我们这边一定是买了书才能上去的 这位不愿买书直冲会场的疯狂读者 最终在好心人的劝说下平复了下来 看看新闻网王健慧 施玉成 上海报道